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 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就是 五七八二塔摩斯月 这个内容就放在教导专页里面 我们首先就是看《窗一及记》第32章 若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吓的声音 就对摩西说在营里面有增战的声音 摩西就说这个不是人打仗的声音 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那是人唱歌的声音 摩西就靠近营前就看到牛毒 又看到人跳舞就发烈露 将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毒用火焚烧磨粉末 杀在水面上跳以色列人喝 我们讲的这个《达摩斯月》 是犹太宗教历的四月 亦都是犹太国的文士历的十月 总共是有29日 相当于公历的6月和7月之间 在这个月他们天气越来越热 局部地区也是多露水 而这个季节也是葡萄初修的季节 我们来看这个《达摩斯月》的17日 这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就在5782年 即是现在2022年 就在星期五7月15日 至到星期六的7月16日 就是进行的 这个是犹太人的齋戒日 撒加利亚书当中 就提到一个齋戒的 称为第四个月的齋戒 就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九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 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 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 和欢乐的节旗 所以你们要喜乐、诚实与和平 圣经没有记载到 但是根据口传圣经密实纳的记载 这个密实纳就是犹太经典之一 就是将犹太教口传的传统 这个口传陀拉 就是书面化之后集结而成 这一日有五种灾难 降临在犹太人的身上 包括了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 摔碎了两块石板 第二 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 被停止了每日的宪祭 第三 耶路撒冷被围 犹太人被驱散 只剩下西墙 第四 第三次的犹太起义 就是圣殿里面的陀娃经券被消围 第五 也是这一日 圣殿里面被立神像 所以我们看到有几段时间 都发生了一些大事 首先我们看第一 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 当时就是公园前的1312年 这里就说到他打碎了两块石板 就是刚才读过的出阿及记第32章 就说到摩西埃近刑前 看到有金牛毒 又看到人跳舞 就发烈怒 就把两块石板 扔在山下面摔碎了 那其实我们从哪里得知到这一日的石板被打破了呢 其实正如巴拉泰 就是这本的书 其实也是米什拿六个命令之外的教义 里面所教导的 就是说在西湾月的第六日 十届颁布给犹太人 有拉比说 那个是这一个月的七日 另一个人就说 他们其实在西湾月的六日被给予的 他们就在六日给予的 而在七日 摩西就登上了西乃山 所以就正如圣经上面所讲 耶和的荣耀亭在西乃山 云彩遮盖山六日 而到第七日 他从云中召摩西 而圣经也都说到 就是摩西入了云中上山 亦都在山上面四十就夜 根据这样的计算 就是西湾月还有二十四日 而再加上 达摩斯月的前十六日 真的有四十日 所以我们看到 达摩斯月的十七日 摩西就下山 观察到人在敬拜金牛毒 所以就打碎了石板 圣经里面刚才说到 他就是看到 去到营地 看到金牛毒和人的跳舞 所以摩西就发烈路 就从手里面丢了石板 摔碎了在山下 所以这里就说明到 这个石板在达摩斯月的十七日 被粉碎 而达摩斯月十七日 发生在犹太人的五秦节之后的四十日 摩西就在五秦节登上了西乃山 并在那里停留了四十日 在以色列的小朋友那里 就在达摩斯月十六日下午 就做了这个金牛毒 那当时摩西似乎 就没有按承诺地下来 而到第二天 摩西下来之后 就看到以色列的人的违反 所以他从上帝那里 领受了很多的律法 于是也刷碎了石板 然后另一件事件 就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 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十六年 当时就是第一圣殿的时期 也都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 所以祭司就在达摩斯第十七日 这一日 就停止了每日的宪制 这条讲到就是持续的供品 或者宪制就是停止 如果这一段经文指的 就是圣殿被围的时间 这样它就是指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围攻耶路撒冷三年的时候 第一座圣殿被围 其实这个悲剧 是在达摩斯第十七日发生的 但不是在写4月19日 城里面有大饥荒的吗 但跟着也有写到 城里面是有裂口的 所以这里清楚表明到 那个城是在九日被攻破的 其实这件事都不难的 因为这一节经文 就是至近第一圣殿 而在这里 在密什拿当中 它也描述了第二圣殿的毁灭 当第一圣殿被毁之后 其实城墙在达摩斯的九日被攻破 而第二圣殿被毁之后 它在达摩斯的第十七日被攻破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次的圣殿被毁 这个就是新约的时候 这个就是公元的七十年 所以讲了几段的时期 跟着再讲第三次 犹太起义的巴阿巴起义 亦都称为巴阿巴之乱 就是在公元132年至135年的受苦时期当中 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一次叛乱事件 这一次的战争亦都是罗马帝国境内 犹太人发起的第三次大规模叛乱 亦都称之为犹太人与罗马帝国最后一次的战争 巴阿巴、指挥、叛乱 曾经在犹太行省的部分地区 建立起一个以色列国 并维持了达到两年那么久 而罗马皇帝当时的哈德良 就出动了六万兆十二万兵力银压 135年攻占了叛乱者最后一个要塞的背叠 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 有五十八万的犹太人被杀 五十个赤房城的城镇 和九百八十五条村庄都被毁灭 亦都有很多罗马人战死 而叛乱过了之后 哈德良就废除了犹太行省 将他和赘利亚行省合併了 成为了新的赘利亚巴勒斯坦行省 这件事里面包括了恐怖动月 有志武动月和有十列士 这个十列士就是说 罗马人处决了工会的八个主要成员 所以有十个列士 其实里面还包括了两个教祖的拉比 在这件事当中 其实有很多拉比都被被杀 而且是非常残酷的酷刑 折磨致死的 而在圣殿当中的陀罗拉京卷被烧毁 所以我们就讲这次的事件 在这个犹太人的古墨记载当中 这件事之前 他们的第一次悲痛结束之前 另一个恶作剧也是临到他们 因为一些引起了上述騷动的人 当他们沿着公共道路行驶的时候 距离城市有一段距离 抢劫了凯撒的仆人 斯蒂芬奴斯 并且略夺了他随身攜带的所有东西 而傅里亚勒斯听说之后就立刻派兵 并令他们要略夺附近的村庄 并且将其中最显黑的人 带回到他身边 就是这一场灾难发生之際 其中一个士兵捉住了其中一个村庄的摩西律法 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来撕成碎片 这个是用责备的言语和粗魂的言语完成的 消了律法 其实这个是自近抄写完以斯拉所写的陀娃经卷 这个经卷保存在圣殿的庭院里面 而其他所有的卷族都是经过检查和更正的 他们消费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每一个陀娃经卷 这里的意思就是陀娃是单数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些邪恶的人的意图 是打算从以色列当中 彻底屠没陀娃的 在同一日 这一日他们不单止消费了圣殿里面的陀娃经卷 也都在这一日就是圣殿里面树起了偶像的 所以就是有人试图将这个行为 就在他的这个犹太战争的一书里面 也都有联系在里面 犹太人对这个氏族的行为感到震惊 并且也都立刻要求 凯薩尼亚的罗马监督就是惩罚暴徒 因为他们愿意为这样的父权制度而献出生命 而在耶路撒冷的塔穆德当中 他们根据密什拿当中的版本 辩论了那个法案的时间 而根据版本和立场 其实这个就是同一个将军 就是叫做阿帕斯多玛士的行为 而根据这个版本和场景 也都联系到安提阿古四世 在第二圣殿的时候 所树立的宗斯的雕像 那这些事件 我们都是从哪里得知到 其实发生在塔摩斯的17日呢 其实正如圣经上面所讲 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 从每日的贡物被取去 引起客人听闻的可真之物拿起 那所以在那里是不是只有一个偶像呢 在但以理书别说 他不是写着可真之物的翅膀 必使人惊骇吗 那其实这个幅数的可真之物 表示至少有两个偶像存在 而最初有两个偶像 就是一个岛在另一个身上 跌断了手 所以就讲到 在破碎的偶像上 发现的一个 这个冥文上面就写着 你想毁灭摧毁聖殿 我已经将你的手给了你了 其实这里就好像一个偶像 对着另一个偶像说 你试图通过 让到以色列向你祈祷 来到摧毁聖殿 我都来帮你一把 好了 介绍了这个 《达摩斯月十七日》里面的五种灾难发生 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今节的主题就是 是认识这个《达摩斯月》 那现在就是五七八二殿来的 我们的《圣经》精读 我们的原则就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理念是 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明耀神光明的角度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做作性的留言 记得订阅键旁边的钟键 按了钟键 就可以开启动通知功能 就可以接受我们最快的资讯 好了 我们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观看 声音